画面中看到橘红色烈火不断延烧 火势越来越猛 甚至连天花板的灯笼也掉下来 火蛇在庙方殿内不断蔓延 消防人员到场立刻拉起水线灌旧 事情发生在12日凌晨2点 台东市中华路一间将近50年的妈祖庙 正殿右侧突然起火燃烧 火势在短短10分钟内就被控制 30分钟后完全被扑灭 所幸庙方发现的及时在第一时间疏散 报警现场没有人员受伤 而起火的原因消防局也将进一步调查厘清 只不过火势扑灭后 庙方发现现场多尊神像被熏黑 不过开机妈祖却毫发无伤 也让众人都嘖嘖称奇